从2017年开始 分散生活在羌塘高原的困难牧民 依照异地搬迁政策 陆续来到县城 开启了新的生活 孩子们离学校近了 大人们离彼此近了 那他们的牲口呢 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 只不过这一次有了规划好的牧区 有了更舒适的羊圈 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 他们长得更快 也更壮实 极高海拔生态搬迁还在继续 这样的举措既为人 也为自然 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 也将羌塘高原更多地留给天地生灵